我们在DM的网站 德国DM的网站上 看一下德国雀巢奶粉品牌 下面的系列奶粉的价格 因为德国雀巢叫 它的奶粉体系 整个奶粉体系叫BBA 这个BBA是德国本土的名称 雀巢奶粉的BBA 在当地还是很受欢迎的 其实大部分的德国人 买的都是雀巢BBA的奶粉 因为爱他美和喜宝 各有特色 但是雀巢的历史也比较悠走 在德国也比较受欢迎 而且很多奶粉也是德国本土生产的 首先我们看它就分几个系列 目前展示的是 左边这个是雀巢HAPRE奶粉 HA就是蛋白质过敏的小孩可以喝的 叫低敏奶粉 或者说适度水解奶粉 800罐的一罐 800克一罐的包装 这个罐子是铁罐子 非常结实 适合长途运输 比如说运回国内 价格是19.45欧元 忽略计算为20欧元 好吗 20欧元乘以8的汇率 就是160人民币 雀巢棉米奶粉 或者低 适度水解奶粉的价格 然后雀巢最高端的产品 是这一款国内叫雀巢至尊 德国叫Biba Supreme 至尊系列分 PIE 1 2 3 目前这里面展示的是三段 三段是从10个月以上 宝宝可以喝的 10个月以上的段位 这是目前雀巢产品体系里面 最贵的一款奶粉 也是德国市场里面 所有超市上架的奶粉里面 最贵的一款 它的零售价格是25.95欧元 相当于就是26欧元 26欧元乘以8 8,864,216 220元左右的 我没算错吧 26乘以8 864,216 220元左右的人民币的成本 一贯220元 天王齐天店这款同款奶粉 可能是330元的样子 右边这个雀巢Biba 三段是10个月以上的低敏奶粉 宝宝水解奶粉 它的价格和之前介绍的PRE是一样的 也是19.45欧元 相当于160元人民币左右 这边也是薛潮的棉米奶粉一段 只是说它的适用的段位 给宝宝适用的月份不一样 其他都是一样的 这个月份是一段是3到6个月使用 这边是薛潮的PRE的至尊版Supreme PRE一般是0到6个月 0到6个月使用的奶粉 价格也是一样26欧元 相当于220元人民币 剩下这个二段和一段 只是它的时间段不一样 一段是3到6个月 二段是6到10个月 价格都是26欧元 220元人民币左右 就是至尊奶粉的全部系列 PRE一段 二段 三段 然后这边是 你看B把写了一个红色的1 这个是薛潮Junior一家12个月以上 就是说从1岁到2岁使用于一家段 一家段都是铁罐子800克的包装 800克的包装价格是12块9毛5欧元 相当于我们说13欧元乘以8 382418德巴 104元人民币 从德国超市就可以买得到 800克铁罐装的薛潮一家奶粉 适合1到2岁的小朋友 这边是普通版的雀潮奶粉 刚才说了 雀潮有B8的HA 那就是绵米奶粉 雀潮的Supreme至尊奶粉 这个铁罐装的800克包装 就是普通版的雀潮奶粉 B8PRE 也是800克 适用于从出生到6个月 一般就是0到6个月 使用PRE段 它的价格是14.45欧元乘以8 4832 18德巴 差不多120元人民币成本价 从德国超市可以买得到 它旗下还有PRE一段 二段三段的全系列 都是14.45欧元 一段还更便宜一点 一段是13.95欧元 就是雀潮普通版的雀潮 这个国内叫能恩 确潮能恩 144832 112元人民币左右 这个Junior 2 这个是确潮普通版的二家段 适用于两岁以上的小朋友 价格是12.95欧元 12.95欧元相当于105元左右 其实德国奶粉一点不贵 是吧 这么看来的话 好的奶粉也就是150 160 普通奶粉就是100元左右 800克包装 好 大家有什么疑问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有什么想要了解更多的产品价格的信息 欢迎评论区留言 点赞 谢谢大家